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最讨厌另一半跟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有一段时间工作压力大 饮食不规律 结果胃疼得不行 给她发信息 你猜她说了什么 她说了什么 她竟然让我多喝热水 更可气的是 我跟她说我是胃疼 她竟然说你忍一忍就好了 不能忍 胃不舒服别忍着 冲杯新三酒胃态养一下 下午好 你好 你好 老师 老师 你好 您太太的头型大概是怎样一个头型 中等 中等 比较中等偏圆 额头也是中等吧 下巴中等 中等偏尖尖一点点 好 来了 发心是不高也不矮 嘴巴一般 不大也不小 唇底是一般 不厚也不薄 不厚 我们在谈您太太的 您这 您太太知道肯定会生气的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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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难画 在您印象中 您太太平时 在您面前是笑的比较多 还是严肃的比较多 笑的 笑的也比较多 她是有点 她看起来 看起来就是有点像明星的气质 她有点像郑秀文那种 她的面比较大一点的 大一点再放一点的 眉毛比较粗 比较长 鼻子比较大一点的 就是大一点 长不长呢 都长的 但是都有一点高的 哪里有点高呢 在这个 比较粗的地方 对 嘴它比较偏小的 还有它笑起来挺好看的 还很像 它沙爬这个位置有一个窝的 老师 米格朗基罗有一个雕塑作品 叫大卫 那个沙爬一样 对 它都有一些窝在那里 好细啊 您的眼睛长得比较好一些 您先生的眼睛比较好一些 我的眼睛好看一点 给它好看一点点 老师你知不知道谁是猫王 猫王我知道 唱过这个 他的眼睛有一些时间跟他有一点像的 年轻的时候 看完了眼睛 嗯 就是一般的俊男美女她们的眼锅就是上 就是眼皮上面不是有一个锅吗 眼窝 对对对有一个锅 我就没有那个窝 其实我感觉他很帅啊 您觉得您的丈夫和给你人子打多少分呢 我感觉她给我90分 她有90分啊 90分 好高啊 嗯 很高的 这还挺窝心的 因为她从头一天碰着我 您说我很美吗 对 我们是在游泳集碰到了 第一天碰面她已经眼睛已经抱在我身上 第一眼我看到她 这个女孩子不错 能配合我理想中的对象 所以我对她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呢 我游泳停下来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男的声音跟我讲 你累了 你停下来了 我看着她 你是谁啊 我好像不一定是你的 我都表现很松的 她就看着孩子 我看你挺厉害的 我就没有理她了 后来我离开了 离开她还在游泳池里面 她就跟我说 你走了 拜拜 我说拜你个头 我都不应许你 我已经跑了 没有你她了 后来我两个礼拜 我就去游泳池了 我坐下来没走 卫锅就跑过来 因为我今天去嘛 今天去那个游泳池 游泳池 耸朱在吐 哪一天 为郭跑过来跟我讲 对不起啊 这个灯子 刚才我在 我坐在上面 你说是你的 有你的名亲吗 你拿出来给我看 她就看着我 没有 但是你看你 灯子上面 有一个太人游 我说这个太人游 是你的吗 有你的名亲家里面吗 她说没有 我说算了 给你 我给完你 退位给你 她说不用不用 你坐下来 我坐下来 我说你真的不用我退吗 好 我坐下来了 这个真的缘分来了 还蛮浪漫的 你说你当时天天去游泳池 你看你大概等了多久 她才能 应该是好几个礼拜的 你就是因为她是 你的梦中情人 所以一直在那里面 对 千里姻缘 一线千 也可以这么说 千里姻缘 缘分都是人为来的 对 我跟她讲到 因为她太碎了 我才跟她一起吗 但是可能现在她这个眼皮 比较压下去 她原本这个眼睛 比较圆一点 可能现在 年纪大一点 眼皮的地方 比较有一点松 其实我两夫妻 都很善爱对方 我们这边很久 都好像男人爱一样的 她每一天都拖着我的手了 她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 所以我猜她会穿一些比较吉利的颜色 就是红色或者是粉红色那种 那您过程中她有没有送您特别喜欢 或者特别寄忧心的礼物呢 她从来没送过一样 那我喜欢的生日礼物给我 那您喜欢什么呢 我喜欢什么她是知道的 然后在最近她送了一次给我 水晶 就有一点无奈 你不是不知道我是喜欢这个 为什么几十年来你没送过我呢 思念 在分手之后 还是觉得有些惋惜 惋惜 我们这段婚姻是很完美的 似乎听到有一些些不舍 对啊 为什么你又不 你之前你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什么 但是为什么你要送一些 根本我不喜欢的东西给我呢 送了什么呀 她认为这样对我就是好 送西装给一个不穿西装的人 送功能手表 给一个不喜欢戴功能手表的人 这生日礼物 她在想什么呢 我感觉是 她没有真正走进我耐心世界 看我当时这个 当下这个情况 因为我太过保护她了 太过忍着她了 其实我应该做一点 继续来跟她讲 这个态度问题不应该嘛 那你们感觉有点不舒服吗 有一点的 她比较会 可能说一些不太礼貌的说话出来 您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伤害到这个感情或者婚姻呢 当然没有啦 当然没有 对这个婚姻有影响嘛 可以这么说 我灌溉和经营比她多 但是付出呢 就很难去平定 就心态上面呢 她没有去 有一个经营的心态 没有一个灌溉的心态 她比较 她比较 去我一点 如果整个事情她感觉是对的 你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